本台消息 8月3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苏林 祝贺他当选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点中说 新西你当选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仅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并以我个人名义向你表示热烈祝贺 近年来越南共产党贯彻落实13大决议精神 深入推进党的自身建设 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开放事业取得新成就 我们相信在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越南全党和全国人民将胜利完成 越共13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稳步推进14大筹备工作 朝着建党建国两个100年目标不断迈进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去年12月我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辟了两党两国关系新征程新篇章 我愿同苏林总书记同志一道 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共同弘扬传统友谊 巩固政治互信 深化战略沟通 推动务实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 做出积极贡献 祝愿你在崇高的岗位上取得新的成就